各位同學在講好,我們是議長的特別隊伍 這是我們的組員 還有我們的文教老師 我們的切換主題是來回套餐 我們有建於市場同業間的運算方式只有單程 並不能強化規格的忠誠度 所以我們一定要來回運算的方式 在學生需要通業時以試兩份的運算方式 我們集合學生在行駕前,請問建立行李的運作 以下是我們的檢報內容 本校有三間宿舍,人數約1500人 外宿舍我們保守運氣會超過500人左右 然後底下是我們住宿舍的地區分配 我們學校會於南部,所以我們主打的思想是莊部跟北部 我們主題的特色是同業間所沒有的來回機裝的方式 以便於增加顧客的便利性及提高顧客的重生物 我們還有規劃以作為完善的服務 我們校內的主要競爭部所有邏輯跟載集便 邏輯的作業天速產以及不收電腦的機密儀器 才即便是單價還不貴,但是沒有破口查詢的系統 我們的活動作成有包括修傳、銷售、收貨及照顧取貨的通知 我們宣傳時間從6月1號到6月30 宣傳的內容是在各宿舍、產品及合作者、掌騙、保併、發放傳單 教授時間於96年6月20到7月4號中午用餐時間及期末保下午客的時間 擺攤時間是跟收貨時間一樣,在下午2點到5點 通知時間是在我們寄貨人填寫單子時會請他或填一個CASP郵布的我們到處取貨的時間 我們在前3日的時候再進行電話告知 以下是我們的場地規劃 我們會開第一個讓行李暫時放置的地方 我們的能力支援規劃是 宣傳活動由整隊進行 一個人負責電台報、兩個人負責發傳單 銷售活動時、整隊隊員由當地營業所人員共同進行 人員分配、填單出一名、收費出一名、服務人員一個 特量去由營業所人員負責 收貨服務則配合當地營業所的人進行 通知服務 我們客戶會共同製作一張表單 交由當地營業所去通知 我們的費用規劃是 傳單約2000元 然後護期海報由公司提供 場地則學校提供 雜費9%以備不時之需 這是我們在讓學生知道我們來我們的特殊專案之後進行的市場調查 估計約有46%的同學願意使用新出貨 我們發問到此結束 謝謝